其實我覺得最近有個現象 不知為何水樹配親音那些 全部都是明明不好看的 但死而不疆的 噢 你說一些有狗機那些是嗎? 近年水樹配的那些 很多東西是明明不好看的 但不知為何它會有第二季 甚至有第三季 甚至有第四季 首先水樹配音的一定有水樹的歌 水樹的歌本身人又貴的話 錢就落到聲優 劇本就隨便收一件就算了 那你真是說水樹主導 喂 你每一季都出動畫 每一季都出動畫 有歌出的錢賺 多開心呢? 很明白 這一切都是King Records的陰謀 《千事與龍的鄰間》 還有這一套都是用來買歌的 是不是重點在這裏? 啊 有道理的 鏡花 鏡花有道理 我們接著說那一套就是 去到第三季了 戰機絕唱GX 我懷疑他是RX 我懷疑他響鬼還是電王也好 都來唱歌 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本人已經忘記了第二季說什麼 第二季就是 日粒他們三個和原本的三人都打 然後教授 第一季 你知道第一集的飛行艘的教授嗎? 應該這樣說 我已經忘記了教授是怎樣死的了 我記得陳年都死了 陳年都很有氣感 然後這個教授怎麼死我沒有記住 護士一開始就其實他是承接著第二季的尾 第二季尾那裡就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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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最厲害是在太空中聽到的歌聲 你們不會這樣誇張 這算是肉身日帶齊第一季有的 我不介意這件事 接著世界第一高峰被打了一場 最後世界第三高峰 哇這個真是毀滅無數生靈濤炭 破壞自然環境之後 然後做英雄告訴你 那一節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就是 我們要拯救所有東西 但是縱觀而言,你在第一節看到的就是 城市被他破壞了,我敢肯定應該是有死人的 即是你看到那架飛機這樣剷下來,平民是走避不斥 然後衝下來那一刻,我覺得說 你們說你要保護一切的話,其實你是想保護博士條事的 文康某說到,其實我們救人就可以了,木機他不用要的 不行,連木機都要了,結果就搞到這樣了 不是啦,你好像這樣一下救完人之後,把整部機打到上天花板 打上太空,你連世界高峰你都可以一拳打到他變成第三高峰了 你有什麼你是做不到的 什麼呀,月口扯下來吧,一隻雪打不到上太空了,我不相信啦 好像剛才友馬所說的,你月亮你都搞得定啦 即是我不信一個這麼低質量的,一個小小的穿梭機你會搞不定 那節來說,我們的重點是錯了,重點是唱歌 第一季之後,我們要賣歌了,三人合唱 然後救完博士條事之後,做什麼呢,其實沒用的 所以說,我們根本是在開始那一節,我們是看錯了重點 開始那一節說的其實是說,我們又賣歌了 博士條事其實不信任,因為今季重點其實是一班練金屬的敵人 你可以這樣說吧,其實本身由第一、第二季開始 其實主力都是說,本身Sanfongear 整個System體系裡面的衍生出來的東西 今季第三季GX裡面說的東西,其實很多 它已經脫離了它原本的架構了 它根本上就是什麼呢,在這個架構裡面 它已經找不到再可以寫的題材了 什麼沒有啊,你連解釋Loyce是怎樣來的 怎樣滅絕Loyce也沒有說過,完全是,你什麼都沒有 我記得沒有錯,好像沒有解釋過我的東西 我記得我們第二季說的時候,什麼都沒有說 他只是崩催了一些新的敵人 是呀,繼續用Loyce的雜雨打 他現在就把這個新的體系出來 叫做練金術 其實你這樣說的 在Sanfongear的原詞定,Sanfongear是聖遺物的碎片 然後跟咒者一樣可以同效,就變成了Sanfongear 跟練金術,其實你這樣說 我開始看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好像不是看傳機絕唱的最大的原因在於是什麼呢 我一直在看聖遺物的嘛 這個世界,你弄一把expert cover也好,弄一把三木之槍也好 弄一把黃金劍也好,聖者之劍也好,這個以天劍也好 什麼都可以的嘛,這個世界有無盡的寶具 他讓你去利用 你甚至弄一把曹操出來都可以中 阿簡,你要做個練金術出來 當然你說第二集那裡,這套東西主要都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他是賣國 而且他無需用回第二季 你記得第二集,阿納花響叫敵人的時候 我的宋練動搖了 我是為了和平而戰鬥,被人折兩句之後又不打了 這套路其實第二季都是這樣用回同一個招手 比較類似的形式 這個套路是很魔法少女式 我不想跟你打,你告訴我,你有什麼不開心 我一定輔導你,DFC考得不好,不要緊 我會安慰你,窮徒未必是絕路,絕境也可以逢生 不要破壞,做傷天害你的事,我們要和平共處 這是魔法少女的定律 第一下,總是不打 尤其是由馬未看第三集 我在錄音的時候,很快就錄音星期六 我看了第三集,很慣常的慣例 逢生魔法少女系的作品 去到新一季 他在第二季的力量,如何威、如何勁都好 去到第三季,這個力量都會被打破 甚至是爆甲 我們在第三集,偉大的第三集GX裡面 我們也看到,這個條件是相同繼續出現的 在第三集最尾裡面,除了Hibiki之外 所有另外兩位,雪茵和翼的甲被破壞了 然後換甲,換甲換新歌,真好 但月讀和曉,我沒有看,月讀曉的甲又如何 全部都爛了,在這裏 阿翁因為神是沒有變身 他聰明的,他不變身 誰讀劇本 我就是知道,這是魔法少女的定律 因為這樣的話,我一定會爆甲 我情願不打了 這些是智者的表現 故事裡面,現在到第三集,崩出了一個設定 就是新的敵人,面金術的出現 但是什麼呢?不知道 當然,你會看到,敵人會放一些很喜歡的姿勢 因為他稱為自動用流 其實你當作是廚窗裡面的模特兒公仔 應該是武部,但不知什麼武部 應該是獨特的武部 我不知道,因為這些真的是力量平衡的問題 在第二季裡面,你會看到拖月球也好 一下子炸爛不知什麼鬼也好 他們的破壞力 我是暗誤相信 那隻東西的攻擊力 為什麼可以抵得住 當然你說是不是他們留了手,我不知道啊 這件事 通常這些都是說 不是啊,那把劍斬立都扔過去 人家沒有試回 死了,神野 這些是很傳統式 幾季 這些所有有力量層次的動畫 尤其是他一季一季去 他沒有想過會有下一季 去到下一季就像龍珠色一樣 就是他要破壞這個 他第二季已經是最強的 那怎麼能夠創造危機啊? 我就只能夠創造更強的敵人 不是啊,機戰 你只要把這次再打過吧 那個層級就是什麼呢? 他第二季的力量明明是很強的 但是他去到第三季 他偏身就是 他將他的力量 他依然是這麼強 但是他將他的破壞力 所有東西的層級降到最低 也都好像就是有馬 剛才所說的 沒有的,我打完機戰 好像Z片一樣 沒有的,我第二季明明是六十幾七十 level 但是我第一季 我去到之後 我都依然是去十幾 level 還有一些熱血啊,暈啊,覺醒啊 全部都沒有了 你問我為什麼?我怎麼知道啊?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力量層級 當然叫做好一點的就是因為 你幸好,隔了太久了 我已經不太記得他們說過些什麼了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不用創情 這套東西就是看他唱歌 唱歌那裡 其實可以這麼說 這套東西的作畫 其實都是崩崩的 這個是戰機絕唱的風格 阿聖啊,穩定地崩 穩地地崩 就算看到就是唱歌那一下 演唱會那一下 嘩,不要提了 他畫到這個樣子 他後面的景圖時的人 都不大 那個人拉長了一點點 他要表現就是他們 叫做踩兵的時候 伸長了身那種的感覺 但你會看到就是 就算甚至伸長了身 你都會覺得是顯得太瘦 還有我覺得他那時候畫過頻率的標誌 比平時的畫格低 可能是動作場面 不知道在這個畫面 突然你看到有些疾瘦 沒有平時的動作 我懷疑 可能他留畫格 跳格 或者是省錢 那那個作畫 當然是不理想的 當然你說 展機絕唱一貫要套租的問題 其實我就不太套租 包括在唱歌可以說話 說了的 這些是播放BGM 你每次都會唱 不是 演唱會人家口移動 那些喇叭在播出來才知道 即是播放BGM 只是BGM 不要太介意 唱歌方面 尤其是說音 其實根本上 大家知道 其實他不太能唱 有些事情 我情願你不唱 展機絕唱 基本上就是 三集裏面 我都是那句 有看過 或者你是純粹想聽 隨時唱歌的 其實可以翻的 我覺得 廢了所有劇情 廢了所有東西 只是唱歌的部分 你應該會看得很開心 裡面的劇情 當然 各位聽眾 不要誤會 我並不是沒有期待 我是有期待 我是期待私令 下次去唱什麼歌 這件事很重要 他在第二集說 沒有哀叭 好 我先出去 然後又哀叭 他上季第二季唱了幾個故事 今季會唱什麼廣東歌 大家猜猜 去到第二季開始 我期待的已經不是三位 甚至四位 甚至五位 不知有多少位的歌記 我期待的是私令 不是啊 是整個地下基地 那群人全都出來了 又影馮 又不知道什麼技巧 秘技都出來了 有馬你這樣說 就不對 這套東西的重點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不可以用劇情的觀點去 這套東西是賣歌的 我們當然是由歌那方面出發 歌那方面出發 我最期待的當然是私令唱什麼歌 私令可能有CD出的 你猜不到他 下一首唱什麼 真的你不知道 我們廣東還有什麼熱血歌 值得期待 當然你說 我會留給各位聽眾 告訴我 私令再唱歌 那一集 我會再看 我會真的提醒你 不用怕 這套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到下一套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